人家弹葫芦都是用山楂穿的 他整些水果穿 卖五块钱一根 五块钱都够吃山楂罐头的了 你说他多笋啊 谁吃他那破碗上啊 不能买 大姨 您好 那这个呢 多笋呢 五块钱一根 前来啊 咱们挣钱容易吗你说 是不是 妈 太肥了 他来不嫌累 天天都来 要我赶紧我给他们撵走回来 你不用 你也不能买 我去 你去那吵起来咋办呢 嗯 妈有招 等着啊 小姐 你要走啊 走 走 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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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我用你这喇叭呗 拿去用吧 我要用坏了我得给你买 不用买 拿去用吧 你不能买那矿水糖糊了啊 你们要买了 吃了你也没上当受骗 对 刚才听她的 没错跟着 他们家那啥人用魅心钱 做的糖糊了 你能吃啊 就是个大骗子我跟你说 骗子 骗子 我不能买啊 小孩 听不听说别去买去 吃了那大肠糊了 你都容易闹肚子 对 你一定当心 可不能买啊 你们俩说的话 别买 别买了 你先给你跳吧 别吓坏了 喊累没 喝口水吧 啥意思 想下毒啊 你看你 我能毒你了 是不是 刚买的还没开封呢 我先给你试试 我 行 谢谢 正好口干舌脏的 你也来一口 我不渴 喝不 我告诉你啊 你来这套也不好使 甭想捏我走 不拿钱来 我就不可能走 我天天来呢 我看哪 才谁能玩过谁 没事 没关系 喝两口水接着牌 喝点 对对对 看嗓子喊哑了 明天来不了的 我嗓子不哑 不喝不渴 那行 那我把这喇叭借你试试 这更省劲 你去拿着 拿着便拿着 喊 喊哪 你这这么多人 真好听着 来 大家伙听她俩一块喊 来 得呱吱呱吱 来 不能买 这有意思 我走了 我先卖汤骨头去了 喊 喊 来 大家伙听她喊 他这又是打啥鬼主意 啥鬼主意 就想撵咱俩走呗 咱俩绝不能上台阶段 我跟你说 不拿哪儿去了 拿哪儿去了 拿哪儿去了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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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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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正好再来 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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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正好再来 喊了 来 刘沈子 你外面姑那俩人 一天给多少钱呢 她们是自怨的 不要钱 妈 还有真好事呢 那肯定是你家亲戚吧 是亲戚 实在亲戚 妈 你也得好好稀惜人家 这一战一喊人一天天的 多勒劲啊 妈呀 我可得好好谢谢 你放心吧 丫头 好 行 给我来一串糖葫芦了 行行行 要哪种的 要这个那种 谢谢啊 吃好再来 好 好 这里是胖水糖葫芦吧 是是是 你来一串糖葫芦 简大 这是我名片 我是百家超市的刘大伟 我看你这糖葫芦 卖得这么红火 想跟您谈谈 代敲您的货 妈呀 太好了 来来来 刘金姐 好 请进 请进 怕水糖葫芦不能买啊 太贵了 五块钱一家 五块钱让他们公司出来说了 你们唱上那怕水糖葫芦 就在这个市场里头卖吗 就在这里边啊 告诉你绝对不得买 那家是骗子 对 还是全秘方啊 全骗人的 你们说的是反话吧 啥反话 走 咱们去看看去 什么反话呀 看啥去看哪 不能买 回来别打你们 真不愧是你们葫芦 葫芦大山楂 各个鲜红饱满 绝对是上得拖 这种山楂有个学名叫大鸡腥 皮薄肉厚 吃起来的口感也特别好 妈呀 这 这山楂还有学名啊 当然有了 沈大 今天先这样吧 我在您这儿定五十串 如果卖得好的话 明天我再过来 和您大批讲解过 那行 但是您这五十串能卖了吗 这可不好说了 得看您货咋样了 我们超市客流量非常大 如果卖得好的话 一天的销售量 肯定不止这些 妈呀 那不就发了吗 刘经理 您放心 我一定要保值保量的 给您完成任务 好吧 我这就给您做 到时候给您送货去 我跟你说 那是铅子大铅子 咋着我去看看去 那是铅子大铅子 不能买 他就是个大铅子 不好吃他在桃铅子 不能买 是不是大爷 一点都不好吃 贼可以 还卖五块钱 给谁卖才能碰碗一下呢 别喊了 别喊了 咋的了婶 咋不喊的 咋不喊的 我跟你说这大喇叭多好啊 咱们一喊市场人全听见了 谁上他那去买糖糊子去 做买卖做个屁吧 挣啥钱呢 拉倒吧 你就看看去吧 咱等于给您做宣传了 免费广告了 现在啊 全线都知道有个碰瓶糖糊子了 他家都会梦梦梦了 妈 气死我了咱俩 帮到我了 那可不 咱俩给人勒够呛 你说说人家卖得倒挺烦的 妈 气死我了 咋整个事 三十根啊 三十根 各三十根 行 各三十根 行 各三十根 没问题 没问题 明天保证送货上门 好嘞 好嘞 准时准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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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三十根 九十啊 现在订货也太多了 是啊 我跟你说那百家超市啊 卖得老好了 都知道胖水糖糊子都爱吃 这家伙这每天这电话 都快打爆了 喂 百家超市啊 刘大维经理是吧 你好你好 正说你呢 啥 八十根 八十八十 各八十根啊 那个啥 那个 刘经理 那个啥 我这人手少 你要说八十根呢 我还能掂量地给你做 但是你要说各八十根 恐怕够呛 放手 放手啊 你的唐葫芦 可是在我的超市帮你卖 他们是看我卖得好 才去订你的货 这个时候 你可不能过了何就拆桥啊 行 行行 行 那行 好 那行 那我明天给您送 好 行 没问题 谢谢您啊 啥 你儿子也爱吃啊 太好了 每天都超吃两根 太好了 行 你跟你儿子说 就说以后 他那糖葫芦免费吃 我白送啊 行行行 好了好了 谢谢 谢谢 他俩三根能做俩我们啊 是啊 妈 这这这这九十肉 这家 悬吧 你保证不了送货咋办呢 他让姐 婶儿 你必须得接 既然想把这买的做大呀 那咱就得扩大规模 既然咱这胖婶糖葫芦 已经卖出名了 那我看咱就干个小做法 着急大伙一起干呗 小做法 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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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出大事了 我说你又蹦的这 咱活了定是急啥呀 我说沈子 现在老金家啊 那买卖可干大复了 他们家那糖葫芦 都卖到现成的超市去了 一天啊 都卖老鼻子了 而且好多超市上 都找他家订货呀 现在他们家那老神气了 有你在中间这么折腾 他家还不神气啊 那过两天老金婆子 还得拿四盒礼来谢你呢 我呀 到底用不着他四盒礼啥呢 我那行子呢 你把那一千块钱还我就行 帮富贵你那点出去啊 不是那老金婆子把钱 看得比命都重 他能把钱给你 你做梦去吧 他要是不给我啊 我就跟他死磕到底 你拉倒吧 就你那点能耐 我算看明白了 永远不是人家对手 老是迷着得了 我说什么 那能迷着吗 你知道村里边人 都说咱啥吗 说咱们啊 那个看着老人家发财啊 就眼红了 说咱们啊 徐雷锋做好事 他不留名了 你听听听 这不都是讽刺的话吗 当天听不出来呢 当天傻子呢 谁说的 这话都谁说的 什么 追药大玩那有啥用啊 文处 咱要是出不来这口气啊 那咱俩葱 那是真的抬不起头来了 这口气啊 我肯定得出 我觉得海洋这主意好 你想现在咱们全家 已经忙不过来了 你算上他都忙不过来了 你刚才这样啊 这几个房子 不都空着呢吗 咱给它租下来 然后直接去村里 招人不就完了吗 是啊 少 行啊 行 听你俩的 不行 你这这老邪房子 那得多钱啊 没多少钱 这这有啥呀 能挣回来吧 能 那行 听你俩的 那个啥 大贵 你去问问这房子租金 把供多少钱 你去写广告 招人 好嘞 好嘞 好啊 婶儿又来了又来了 喂 精华超市 是吗 听百家超市 那个老板说的是吧 行行行行 做多少根 一把一根 行 行行 明天准时送货啊